這邊本來有一個塞子 因為缺貨 就沒有大概弄一弄一樣的貨度穿進去了 這裹只是把我封住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管它 以後 你看這個MASTER 最開口的 是不是要跟這個相前接 所以以後這個功能要重一致 不要它就弄相反 到時候只有空中就在旋轉接 對不對 像我們雷 所以我們把我們這邊要放下鞋子股竿 同樣的道理 我們用法的以後你要又撥來撥去 所以以後收你看 這個是底端 大概是底端都放在一起 這邊也是底端都放在一起 我們看到 這邊有一個孔 就是這裡的股竿 對不對 因為那邊要插在甲板上 對不對 這兩個相前接 那麼你們風浪板 MASTER要相前接 絕對不能太斯文 站起來 站起來兩邊竿就這樣子 但是現場就不會對待一日 所以我們玩水中心 就不要那麼斯文 就坐下來 就水瓶 就可以把上下的尾竿組合 好 現在你們再組合這個尾竿 所以你就坐在那邊蹲下來 對 因為這樣水瓶 你就比較好組啊 是不是 你越高就抓不到正常啊 是不是 我放水瓶一點 你就看 你們看這個 不是 同樣的道理 好 好 這樣用銜接 好 我們的帆 其實我們早先的時候 要煮完日子 中好以後 我們再把帆抑起來 現在一樣我們可以做 有把帆抑起來 我再慢慢給你解決 盤在那邊 你幫教練你 那邊我把盤抑起來 我再慢慢給你解決 有分大的跟小的 我這邊把他來給你解決 因為 我們盤抑起來 舌盤的時候 他就老實跟我做怪啊 沒關係 我們家盤抑起來 這個尾竿 可以保持 我們把這個盤抑起來 看一看 被風吹的部分 就比較正常啊 有風的時候 對嗎 對 但是今天我們這樣子 要顛倒 沒關係 我先講一下 以這個來講 船的正面的看法 這個就是正面來看 因為它全圓 我們東方版 也是東方式的那個 就是全圓 朝左邊 就是左旋 知道嗎 左旋 或許我們左左會靠近MASTER 對 對不對 我們操作的話 也是一樣啊 也是 所以你看這個 盤這樣扔 這邊靠左 全圓靠左 像風浪馬這樣看 這樣子是靠左邊 對 所以這裡叫左旋 左旋 現在我們翻過來 拔過來 好 翻過來 要靠右旋 這個叫右旋 這個叫右旋 以後 我們盡可能 如果你自己擁有心的 我也是要要求他們跟我學的 盡可能我們用 stable side來摺板 stable side 右旋的方式 剛才是左旋的方式 封折 為什麼 我們反而永遠是在一個方向折 比較不會有皺紋 你如果風浪馬 今天這樣撿 另外改天這樣撿 不好 是不是就出問題了 鋪的板還好 尤其這個東西 這一段折的話 一折死就壞了 同樣的 將來是有進階 有好的東西弄 欸 我就一定是用一個方向 不要一下左邊 一下右右邊 兩邊都會很弄起來 比較容易出問題 好 好 真的我們先不管他了 啊 你拿那一口 就 好 我們轉過來 轉過來 轉過來 來 我們過來這邊 這邊拉過去 出去出去 因為我們的軍事會做 所以我們的角色 這樣是右旋是嗎 現在右旋 OK 沒關係 放下來 這樣我們方這個東西 你看 我們 在頭皮這樣是最好的 你看 這個比較好 最好現在的方向 我是希望是最能風了 吹過去 反正我們裝好 我們的方法這樣 沒關係 風這樣還可以接受 風是從屁股那邊吹過來 最好是從我們背面 我們在家的 但是現在一下子你做不到啊 為什麼你剛開始把風向吹過去啊 那時候我們有這個嗎 等一下 如果 這兩個人在幫忙 對 沒問題就換我 為什麼 說不到 我們一個人 沒關心 才會輕輕抬頭 跟那個招下很好弄 對 當然後面就越來越重了 如果是兩個人 我站著幫忙的人 我要站在背景風向 我只要脫這一個東西 脫起來 不能刷 只能脫著 你這樣把它拉直線 它一個的 一個 那個口 是不是一個口 第二 這樣其實比較好弄 如果風 如果風在吹來 風吹來的話又更方便 等一下等我這邊弄出來 你就可以脫 就可以拿進去 所以你在那位置 在下沿 要不然就在背著風的方向 第二個 在主張這個時候 就要先把那個 古史那個 這一支 朝環的方向 不對 不對 朝這邊 欸 對 因為這個是 朝環的方向 這邊是朝環的方向 這邊是朝風的方向 對 這個就是正確 好 如果你煮好了 萬一不小心 好 沒東西 放下 拖擋一下 萬一你煮好了 你的方向槍 你已經放上去了 哦 那不行 沒關係 你已經煮上去了 沒關係 你只要在 船放下來的時候 抓著Mask 這個Mask 船殼在這邊了 抓著Mask 就把船反過來 一轉 它就過來 對啊 抓後面一轉 好 不必抓下面 要抓後面一轉 它就過來了 後面一轉 你不想說我跪 跪哪裡 跪弄嗎 你到那邊去 你到後面 好 你把那個 一轉 不對 另外一條這樣 好一轉 用手一拎 一轉 好 你就知道這邊就會在一起了 嗯嗯嗯 哦 這個就對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把乾譜立起來 插上去 插到那個船殼裡面 現在我們沒有弄船 沒有關係 今天 我有加這兩個 我們暫時不用 我先用最基本的 以後再開始加阿倫煮 會很輕鬆 再用這個 因為前面會煮 對 或者後面都會的話 萬一少了什麼東西 你可以減少一個步驟 來弄 現在這環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我們把布 這邊 好 呦 因為這個東西 就朝前面 對不對 好 我先暫時這個 代替MASTER 我們煮好了 一定想辦法 這個船頭 MASTER這一邊 要對著風的方向 反在下風的方向 我們人呢 傳的時候 離開風向一點點 沒關係 我們要握這個東西 人的高低 所以你比方 反在這上面 這個在這上面 你握這邊 風越強 是不是一直打下來 對不對 是不是 因此呢 你要把他 上面的隻手 往 環頭的方向 也就是往上的方向 移動 下面手 往後抓 這樣的話 你的重心 才會在這個地面上 正上方 一定要放到底 那下來的話 斜斜的孔不對啊 對吧 可是你含到孔裡面 慢慢過來 不能直接蹦 這樣會不會打斷 直接 然後太正 你沒力量 為什麼 很強一直打下來 所以你不需要斜的 只要 欸 當好到我們腳反向了 慢慢放著 一點點 慢慢 這樣 腳不能 這隻手 一定要往船尾的方向刮 這時候一定要往船頭 因為風一直會往這邊拉過來啊 那地面很大 對 很大 我們就用這個跳進 所以你看 如果風一直吹 就下去了 對 如果 你不要反 我都拿在地上 我慢慢可以往後走啊 欸 抓到 一半以上的位置 就很輕 就抓住了 如果風一直吹 沒那麼快掉下來啊 我在 放那個 MASTER的時候 我腳不能踩到 船的上面 是不是 如果 剛才有可以啦 是 也是可以啦 就是你要注意 再次 不持風就知道 一定 這邊 一定要朝頂峰的方向 好 如果 鋪小 就沒關係 就鋪必要瘋 那我鞋 就挺直一點 鋪越想越需要這樣子 其實 再做不到 你就像我今天告訴你 別的做 我今天放在地上 我把船吃進去 是不是 可以打乾淨 對不對 船是不是就放在擦盤上了 對不對 我們就好 把船就套下來了 其實 場子做也是一樣 所以 我們熟悉 怎麼是主船的動作 到時候 哇 那個五級風 你放在岸上的船就一直在倒了 對不對 所以說你一上岸休息 一定要把船綁倒 所以我用翻倒的方式 對吧 一靠 就進來了 公從我屁股圈 我就從那裡 然後我就照補盤的方式 第二個步驟 這個都上上去了 好 我們就先 先把這個 在這個骨子內 先把 來 先把 到前面去 一直把 嘿 對那個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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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然後呢 要先做這個動作 假設這是立起來的 你 站起來就是 現在我們站起來這樣 糯夫 為什麼我們可以把這個 幹子往前推啊 嗯 你不推這個就掉出來了 風力是吹吹會掉啊 先把這個 後面的繩子 補盤 等一下 我把那個繩子倒給你 無論如何 後 後 以腳一定要有一個負心 這負心 掉了 沒關係 找個繩子去打個平結就可以了 但是不能這麼大 這麼大就不行了 這個會離開太高了 但這條繩子剛剛好 本來就是這個東西的 啊 啊 我後來是這樣設計 還不買原裝的 後來我又改進了一個別的 以後再給你們 你們看了一個 知道 這樣子的話 你看 這個東西就可以把這個扣住 平常 解脫的時候解開來 這個放在這邊就可以 放在空中 風向飄彈 這個打到眼睛會把眼睛打瞎 所以在主房對外行人 在那附近 不可以在這個半徑的範圍之內 一種 風亂打 真的會眼鏡會打瞎 不要說我們沒講假的 前一個月的新聞 你看到沒有 有一個哪個國家在議會 在國會的那個那個地方 真國旗有沒有 他國旗很大 他就不曉得整個繩子腳踩到 被啪一陣風 這不是要被掛到空中 有這個新聞 你看到沒有 我就以前講 1984年 我到洛杉磯 就人家玩什麼 大船有沒有 不是放那個 順風球的那個彩嗎 一放連人都掛上去了 哇哇笑了 開玩笑 所以這個繩子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這個拿出來 以後用完了 就這樣子 就不會掉了 下次就這樣子打開來 先怎麼樣 要把這個扣起來 什麼事 要求要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的話 什麼原因呢 這個高度就不會太高了 就永遠保持這個方向在走 但你扣不好扣的時候 你不要平安扒 不要拼命拉到這邊來扣 沒有 你這樣子的話 這個比較好抬高 比較好扣 就暫時這樣子 暫時這樣還沒有 不行啊 因為風在空中 放它在走 這個容易就掉下來 因為那邊還沒固定 所以你這些暫時 一隻手抓著 力量要往前推 才不會掉 趕快就抓這個 這條繩子已經一頭 已經綁好了 對吧 然後呢 他就說 比方說我們站在空中 就這樣子 你差不多 跟著風在洞 就是了 因為這個方向 你看 第一個從這邊走也可以 從這邊走也可以 隨便 左右兩邊都可以 這繩子是這樣走的 你會的時候 不必說把繩子 每弄一次 每一次抽一次 不必就順這個刺去 第二個從這邊過來 從這邊過來 以後你會感覺這繩子會咬住 但以後會改進的方式告訴你 你先知道 你看 這邊過來以後 從這邊進去也可以 從旁邊進去也可以 為什麼 這繩子是貼著尾端在走的 我的習慣是往裡面 所以你看我帶著 我就把手一直往前疊 沒關係 我現在 你就趕快 先不管它 這繩子就不會有交叉 因為你看 我這樣過來 對吧 所以你就這樣子 這樣放手 還是會掉 你先不要管這個東西 你趕快就過來處理 這一個 為什麼 這一個是兩個人 他要負責 橫桿跟 跟Mustle連接在一起 不會掉 我那邊壞掉 我就臨時用這個代用品 把繩子打到這邊就可以用 第一個 本來的是在下面的 這個繩子綁在下面 第一個你看 由後面 由上面 開始往下 我們這樣計好了 你看 這也有兩個滑輪 這上面 下面一個牙齒 最後出來就是牙齒 像我們把封鑽板也是啊 走後面有個CLIT 這個都結束的地方 所以要認定 你看第一個 由後面 上面開始 由後 由上 往下 這是不是屬於下面 然後你看 好 由後面 由下 往上 你看 就同一個方向 這樣過了 這樣繩子都是同一個順 記得 這個繩子孔 要跟這個繩子孔 一起出來 這個孔才行 不可以從這個孔出來 第二個 你看 也是由上往下 對不對 這個東西平常 平常大概就是說 你拉 拉這樣子 最鬆的時候 它才不會掉 以後還可以再拉得更緊 拉 拉這我懂 因為還是調整啊 還是把橫桿再拉下來 它可以影響到環的後眼 這個過來 好 你要在這個時候暫時定位 我最鬆 這個環 我就打這個結 到這邊嘛 這個就用成人結 一個好處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滑爛 你到時候手一拉 就很有力量啊 我一鬆 就是到這邊 好 我最鬆 哦 最多還有這個結擋著啊 就 保證這個東西 不會脫離這個地方 如果你在鬆 就啪 在水中跑啊 就掉出來了 所以最鬆的 安全位置 好 好 我們暫時那個也不要管它 沒關係 你後面再弄或者現在弄也沒有關係啦 然後這邊叫單後 單後我做的 有好幾個 有個原裝的 它繩子可能拌在這邊上下 我這邊正好從這邊孔就進去了 啊 這兩邊 好你隨便走來 好這條繩子頭在這邊 有時候你跑到那邊就從那邊走嘛 啊 這邊我就從這邊走 你看第一個 欸 從這邊孔 從這邊孔 再下來 第二個 你要感覺到 欸 我有需要再來 這繩子夠長 這個就代表一個滑輪嘛 往上 對吧 然後呢 這樣在那一邊嘛 這個地方 啊 以後我就改回用這個 你知道嗎 這邊就是 就是代表這一個了 啊 也是滑輪啦 對吧 我這樣過來 一個滑輪不夠 我這樣還是比較輕鬆啊 所以你看 你看 再下來 然後呢 下來就直接到甲板 我們的船的甲板旁邊有一個扣子 像這個 繩子就穿到這邊去 然後再一個clips到這邊 這邊你看 一直往下拉 是負的全員的 就是當後 我們碰到本來有當後啊 對不對 這邊一定要經過甲板 拉到最鬆的地方 跟這個意思一樣 就是說 我還要拉一點 然後我最鬆可能 跑順風的時候 我可能會把這個放出來 我放到最鬆 跟clips夾在一起 像這樣 不會出問題 我是不是也要打一個成人結 最好是打成人結啦 因為天姐後面身上還有一個環啊 你不要拉比較大 我如果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要打一個成人結 就 最好 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最鬆這樣子 如果你把那姐姐打得太長 全部鬆鬆的 不小心的人 打在這邊 可以在他們面 就一放掉到這邊 這個甲板 有時候你船翻了 船翻了 為什麼? 操縱的時候 我們這個當後 要負責什麼? 一個 是繁著全員的調整 第二個 要負責保證 Master 永遠是跟團體相銜接的 如果你懸空 越高 越危險 越墜落 就斷掉了 你一看 有一些大團 有一些船 那甲板重新補割 就是這樣 就舒服這個 安全的位置在哪裡 這樣子 你不常見回到你到座 這邊下面的甲板這邊 後面有一個 然後你就打一個成人結 但是不會 沒關係 你打一個反手結 知道嗎 反手結就要打到那邊 因為這樣你就是可以拉 那時候有問題 這個是這樣子的 倒下去 是這樣子做的 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我是不方便到外面去的 這邊說 為什麼? 比方說你希望 因為你這樣慢慢會玩 你比方說 我順風的時候 我要跑多 多大 無限度越來越大 是不是 因此你這個結 就是打在這個位置 你要看鋒利的強弱 你的體重 來決定你這個 最後跑正順的時候 我是不是 一放就放到那邊 噗 我最大 噗 你看就這邊就躺著了 就不會跑 我最大的弧度在這邊 包括什麼 放中 放到最中 包括單後也放到最中 這個三條線 這個產生 這個環的 形狀的改變 跑頂風 你看 我要拉一點 你看 這個弧線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你看 風很強 我體重不夠 我都拉得緊頂的 包括單後面 還要再拉 這個環就會撐得平平的 所以你看 我們玩風 這風很強 你稍微偏偏拉 是不是 風比較軟弱的 所以風鬆一點 對不對 風鬆就會裝得比較多 這個意思一樣 如果你要學習組裝 你開始怎麼樣 你吃人節不會沒關係 你看看 噢 原來這邊一放 倒退是這樣 你認清楚 我回頭就是倒退自信 或者從那邊倒自信 卡 這個節這樣子不會沒關係 你像真是用這個反手鞋 打一下 好 我有空我再教你打那個 欸 你不小心自己就 當然你要像風鬆把這樣立起來 也是無所謂的 要到那個外面的話 都可以啊 兩個你就可以抬出去啊 你拿 我說我拿風桿 你拿那邊就可以 一個拿嗎 噢我拿嗎 好謝謝 對 有空 好 好